前后40年 美日换了一副嘴脸 精彩有人说这样一句话 国际关系上 没有永远的朋友 也没有永远的敌人 只有永远的利益 这句话很有道理 用于形容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 毫不为过 整整40年过去了 中国的现代化还没有实现 美日的对话态度 却发生了180度的逆转 但40年前的对话友好 和40年后的对话遏制 看似矛盾 但本质上又是一致的 因为无论友好还是遏制 他们都是基于自身利益 做出的决策 40年前 在纯旗化中 如鱼得水的他们 既希望中国强大起来 帮助他们 应对苏联的威胁 也掩长中国廉价的支援 廉价的劳动 和实行人口的庞大市场 当时 他们希望帮助的是 一个永远在他们控制之下的中国 永远给他们输送利益的中国 而且他们内心已经笃定 中国永远不可能超越他们 但是 他们万万没想到 这40年来 发生了两件 改变人类历史的大事 第一 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 冷战的结束 第二 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崛起 没有了苏联的威胁 中国从战略合作伙伴 装变为战略竞争对手 中国国力的快速提升 美国逐渐失去了经济上的绝对控制权 从大的趋势上看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已经是势不可大 但是具体过程 却必然是惊险刺激 显向还生的 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集团 虽然出现了颓势 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将 因为作为世界残奇的霸主 近百年的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国 以及统治世界 数百年的西方世界 一时半会很难接受中国的崛起 中国做错了什么 中国什么也没有做错 中国人只不过是通过勤奋和努力 做好了自己的事情 但是在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来看 中国是个巨大的错误 因为对于西方世界 尤其是美国来说 只要你坚信自己没错 那错的一定是别人 哪怕自己在高速上逆行 也不要执着大家都在逆行 美国傲慢是骨子里的 美国有一个核心的理念 美国例外论 意思是美国是个高高在上 独一无傲 与众不同的国家 美国的各项制度都是最优越的 是其他国家的典范 美国富有拯救世界的义务 美国是规则的制定者 正因为如此 美国认为自己既是运动员 也是裁判员 美国经常把家法 凌驾于国际法之上 自己可以不遵守规则 但处处要求别人遵守 所以你看 美国没有加入联合国海洋公约 却天天的以韩行自由 霸凌中国 美国没有签署联合国儿童权力公约 却经常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 美国这样干了几十年 现在中国突然的站出来说 你没有资格居高临下 同我说话 我不认可这个世界上 还有高人一等的国家 现实是残酷的 最近几十年的经济发展 2020年的抗议 中国都是世界的一枝独秀 等于彻底的宣告了 美国例外论的破产 然而正在自我陶醉中的美国人 怎么可能接受这样的事实 怎么可能隆冷自己的霸权红利 被剥夺 因此 必然是一口咬定是中国错 面对中国的日欲强大 美国绝对不会伤罢甘休 肯定要千方百计进行阻挠 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也无论是特兰普还是拜登 这种阻挠必然是全方位的 从政治到经济 从外交到军事 从金融到科技 从硬实力到软实力 从民刀民枪到暗中决力 所以休息抵得陷阱 并不是没有道理 中国虽然利弊这个陷阱 但是美国未必答应 肯定死往陷阱里暗 中美会不会爆发战争 我认为不会 但我这个不会有个前提 那就是中国必须认真备战 必须按照中美必有一战去准备 中美才不会打起来 目前我们准备还不够充分 因为在军事上 我们跟美国还有极大的差距 无论是核力 还是常规武器的数量和质量 中美之间目前 仍有擦枪轴火的可能 因为中国的军事力量 还不足以让对方冷静下来 听中国讲真理 要防止美帝出现误判 停而走行 我曾经说过 当中国有五艘航母的时候 美国就会坐下来 跟我们讨论印太地区的和平 当我们有十艘八艘航母的时候 美国就会坐下来 跟我们讨论世界和平 今天我在续节 当我们有二十艘航母的时候 美国不会跟我们讨论世界和平的 因为美国会一进门就说 澳大利亚又不老实 我能不能去教训他一下 因此当前的阶段 我们必须要继续做好自己的事情 不断赚大实力 同时也要丢掉幻想 准备打仗 必须要时刻提醒自己 国衰大 好战必弯 天下随安万战必危 事实证明 这个世界并不太平 拜登上台之后对中国的军事施压 比特兰普时期 有过之而无不及 而且更善于打群架 最近 煤战机不断的突破 抵径争吵 美舰正式 跑到了长江口 以罗斯福 韩母战斗群为主力的五国海军舰艇 正在五国南海 药物扬威 挑衅 如果中国海军去下位移 美国沿岸六大 美国人疑问 我们说回家路过这里 美国会是啥感受 美国平凡的军事挑衅 第一 是凭借绝对的军事优势 向中国施压 第二 是通过秀肌肉给小弟们打气 展示 美国和盟友的团结 展示美国的号召力 这里说的 美国的小弟 包括各个亲美的国家 也包括很多国家的亲美派 美国一袖鸡肉 很多国家都有叫声之 包括接受过解放军援助的 菲律宾军番 已经开始炒作牛厄交事件 说大量的 中国海上民兵渔船 聚集在牛厄交赖着不走 菲律宾杜特尔特和外长洛青 我认为是非常识时务的 已经认识到了 中国的崛起势不可当 但必须认识到 非亲美的力量是根深蒂固的 菲律宾总统任期六年 但是不许连选连论 多特尔特2016年上台 2022年必然下台 不存在连论一说 会不会被清算都是个问题 随着菲律宾的对话态度 很有可能出现反复 不过没关系 继续教育呗 而且我早就说过 关系好有关系好的好处 关系不好有关系不好的好处 多特尔特上台之后 由于两国关系好转 现在渔政船见到飞渔船 也不好意思驱逐了 如果菲律宾出现横跳 很多事情 我们也好放开手脚 比如环岩岛 人爱交和牛恶交 是不是考虑质量发育下 伴随着美国军事挑衅的日益频繁 隐藏着美国军事战略的调整 战略东移 梅梅透露 美国正在从中东调物资和兵力 很有可能转向亚太 拜登已下令从波斯湾 撤出了部分能源和装备 预计将有数千名美军官兵离开中东 其中部分作战力量可能转远于 同中俄等国进行所谓的大国战略竞争 此外拜登已经决定重新加入伊核协议 而美国和伊朗双方已经决定恢复谈判 讨论解除对伊制裁和执行伊核协议 拜登的愿意我认为有两点 第一通过黄河和伊朗关系 抵消中国对伊朗的影响力 第二美国要腾出精力进行战略东移 从阿拉斯加会谈开始 我认为中国外交已经正式的进入了新时代 中国开始全方位的对美国说不 而且种种迹象表明 中国已经做好了准备 辽宁号就来了一场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主动选择战场的表演 美国航母编队纠集五国军舰在南海挑衅 而辽宁号率队中出 宫古海峡直插西台深处 大家反省 五国舰队虽然齐聚我国南海 我国军舰始终在其左右观摩学习 坚守十二海里底线时刻准备亮剑 但是虚你自由航行就虚我自由航行 我国军舰队线时刻准备亮剑 我国军舰队线时刻准备亮剑 我国军舰队线时刻准备亮剑